也是旺的一周又回來了 我叫木蘭 你們也可以叫我Stephanie 木蘭是從哪裡來的 中國 中國哪裡人的 山東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你看喔 新加坡也很多 中國也很多 這種翡翠的東西 為什麼你會選擇來到雲龍死亡菜館呢 我當時第一次推開門進來的時候 因為我是我自己來的嘛 我就是抱著來看一看的那個行李 進來的 然後我就被他那些 好像入門Auspicious Level那個 Jedi 也是震撼到了 我就說哇 每一個都是設計的 好像別具匠星 然後有他自己的那個意思嘛 然後又這麼好像很有系統 然後他背後那個意義 又好像有很多這樣 好像Auspicious Level的 Jedi 都是很大塊 很大塊 我覺得這邊旺財館的那種 好像不管是城鄉 檀鄉 翡翠 因為那些背後的文化的那種底蘊 在別的地方是沒有遇到過的 怎樣講呢 我感覺好像那種 商業的那種氣息更濃一些 啊 就是說別的地方商業氣息濃厚 這邊就比較文化氣息濃厚嗎 對 那個東西我是覺得真的是很好 這怎麼怎麼說呢 講說這個文化其實要怎麼去 因為當時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嘛 就是看過翡翠之後 然後我就去看 好像也是抱著看一看 那個城坦館 然後我推門進去 我就看那些東西 我就說 這個年代還有人把那個好像古代人 古代的時候配的那些東西 好像現在拿來帶嗎 然後在那邊想 結果自己就買了 那個城鄉彩箱真的是古代那些文人 讀書人才會帶的東西 是是是 然後我覺得 那個東西如果是如果是外面的話 可能就是做不到那麼好 對沒有辦法說做 可是你要怎麼去 講說為什麼運動此旺財館的一些寶物 你覺得是比較好的呢 比起其他的 因為能看得出來嗎 聞得出來是不是 現在我們就特別提到講說 你看很多的一些新朋友 對 他們在看這個直播嘛 對 有什麼話你想要跟他們分享的嗎 我是覺得如果就是 可能有一部分人是 對於現在的自己 他們是覺得OK 然後也 好像可能在還沒有看到 就是說怎麼樣 比現在過得更好嗎 我覺得他們可以來 Gallery來看一下 然後來看一下有什麼啟發沒有 然後對於那些 好像之前有遇到挫折啊 然後比較有遇到好像 difficulty的那些朋友呢 我是覺得他們應該 更應該來好像看一看 然後這樣會給他們一個機會嘛 就是有一個印度的詩人嘛 很有名的那個Tiger 他有講過 如果你有錯過那個太陽呢 你為了錯過太陽難過呢 然後你也要錯過星星了 那我們下一周 也適忘了一周 7點30分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OK 畫啦畫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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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